5月24日,由香港社会各界团体和人事组成的 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发起全港街头和网上签名行动 呼吁香港市民支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保障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稳定 当天上午,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签名行动启动里在香港举行 香港特区立法会员李慧琼、陈建波、何军瑶、姚思荣等出席活动 并发言支持涉港国安立法 作为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的13位召集人之一李慧琼表示 将从24日起与全港各区设置接站收集市民签名 支持全国人大审议涉港国安立法,确保一国两制行问支援 何军瑶说,涉港国安立法是国家为香港提供的有利支持 只有保证国家安全,香港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作为特区立法会议员,他也会继续履行责任 促行特区政府尽快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23条启动本地立法 启动仪式后,记者走访了该团体在各区设置的接站 看到不少市民积极参与签名,支持涉港国安立法 市民纷纷表示,受购了黑豹对香港的破坏 希望相关法律尽早落实,让生活早日恢复安宁 又打警察,又打市民 香港被破坏成点,应该要立法 应该是要这样做,一次过去解决整个问题 不应该再拖,我觉得很开心,我们自己的国家会这样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